有车友常常在问说 我改缸的话那时候只要改喷油嘴 然后不改电脑 这样可以吗 这个我要老实跟车友讲 你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很快就会把你的引擎弄挂掉 因为你可能会稀薄燃烧 甚至说可能会暴震 然后去损害你的引擎 如果说你有骑过那种改电脑的车子的话 其实你去比较它的性能的话 你光改喷油嘴有没有改电脑的话 跟有改电脑的车子 那个骑起来的那种骑乘感啊 它的加速性啊 甚至说它整个那种顺畅度 就是老实讲差蛮多的 背后基本的原理的话 我这边来先各位介绍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的空蓝笔 我们都知道说 你如果还用那种化油器的概念的话 去改缸的话 只要把喷油嘴去加大它的流量就好了 这个的话 你不晓得你加大流量之后 你的空蓝笔烧在多少 它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那种 出力的空蓝笔 因为我们知道 你空蓝笔的话 它其实对引擎的扭力 它有一个特性 当你的空蓝笔 逐渐的从比较稀薄的地方 然后一直增加的话 它其实扭力会一直渐渐渐渐的增加 然后我们知道它的当量点在14.7的话 在这边的话 一般我们电脑其实都控制 就是说跑避回路的时候 它其实控制在14.7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要让它出力大一点的话 有可能那种我们会把它设定在开回路 然后跑比较浓的浓 比较浓油的状态 这样子的话 它的扭力其实会比较好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曲线的话 它其实随着你的空蓝笔加浓的话 它扭力一直渐渐往上升 升到某一个地方 大概从12.5一直到13.5之间 它其实是一个大概扭力的平原 它其实是比较平缓 大概在峰值的部分 可是你如果说今天 你故意给它加很浓的油 浓到那个什么 你注意看 它其实当年空蓝笔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它其实是渐渐渐渐的往下掉 甚至说你掉到10亿以下的话 可能那种你引擎都还会浓过啊 然后骑起来就不顺这种现象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为什么你改缸之后 然后没有改电脑 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引擎的暴震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引擎的话 你不同的点火角的话 对它的扭力其实也会有类似这种 一个曲线 它这种曲线的话 像这个最高点的话 我们把它当作是 我们叫MBT点 就是说 在这个点的话 它其实引擎会有 最佳的那种扭力的输出 翻了汽油引擎 它其实全油门的时候 有可能它的那种最佳的扭力 体线角有可能在28度啊 甚至三十几度 34 36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不同的引擎都有不同的那 最佳的那扭力点 这个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去改缸的话 你的压缩比提高了之后 原厂的电脑 它设定的点火角 它其实是比较提前的 有可能会造成说 爆震 然后去损伤你的引擎 你今天虽然改了一个喷油水 让你的空安比 在全油门那边可以那种 得到一个比较适当的空安比 可是你在其他 你的点火角要怎么办 你如果说还是用原厂 那么提前的点火角 那么高压缩比 搭配起来的话 有可能就会爆震了 所以你的引擎 有可能就因为爆震 很快就挂掉了 另外在点火角的部分的话 也并不是说你越提前越好 你注意看它这个曲线的话 它其实到某一个峰子之后 你如果继续的再往前提前的话 它其实扭力是继续的往下掉的 所以我们在教各位去设定 全取代电脑点火提前角 它其实有一个最佳的提前角的范围 超过之后 反而它的扭力其实是往下掉的 所以设定点火角的话 恰当就OK了 不需要设定的太过提前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的话 是引擎 喷射引擎 它实际的3D的点火角 一般我们知道以前那种化油漆的时代 它其实大概只有那种2D的点火角 所谓2D的点火角就是说 你从它油门 从小油门一直 从中低转速一直到高转速 它其实都维持在固定的一个点火角度 比如说大家都固定在24度甚至说28度 可是在喷射系统这个时代 它因为有了TPS 这个大家可以去侦测你的油门开路 这个油门开路的话 就是说你引擎的那种负载不一样的话 它其实需要的点火提前角就不大一样 这种喷射引擎它的好处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尽量的去提前你的点火角 它可以去尽量的去压榨你这个引擎的性能的输出 所以你注意看 当你在小油门开路的时候 它的点火角 它其实是比较提前的 因为你的燃油器的那种压缩密度 它其实是比较低 火焰传播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需要更提前角度 然后去让你的引擎的出力有一个最佳化 可是当你到全油门这个阶段的话 你去看当你全油门的时候 你的燃油器的压缩密度 其实是比较高的 它火焰传播速度又比较快 所以它点火角会只会往后退 从四五十度一直把它退到大概二十几度 甚至有一个最佳的点火角 如果说你今天用这样的点火角的话 你的只有去改喷油嘴 然后没有去改电脑 太高的压缩比你没有去退点火角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暴震 然后去损伤你的引擎 另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你的原厂的电脑跟全取代电脑 它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燃油的开闭回路 何谓燃油的开闭回路呢 我们知道原厂它其实为了过很多的 例如说排污法规啊 还有油耗甚至噪音的法规 所以它原厂电脑 它其实在设计上面 就是至少你要先把这些法规可以通过 在五期以前它其实 好的其实是类似这种 我们叫EC-E15的这种模式 它大概有200秒 然后它重复六次 然后到了六期七期的法规 它是跑这种叫WNTC 它其实跑起来大概 这个要跑两次的循环 这样跑起来大概都是20分钟 你注意看它的最大的测速 其实大概都跑到50公里 也就是表示说OK 你在50公里以内的话 你在这个运作区域的话 原厂电脑它其实都会帮你跑在闭回路 闭回路的话就是说 它电脑会自动把你的空安比修为4.7 这样子的话你的那种触媒的转换效率会最高 然后让你的排污可以最低 当你跳出 就是说车速超过50公里以后 车厂才有机会把它设成开回路 让你动力增浓 让你的车子跑起来 动力比较强一点 这个的话 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你去改 例如说那个阳湖啊 甚至说O2 Plus 甚至说你去改一个那种外挂的电脑 去跨接你的喷油嘴 然后去让你的想说让你喷油是不是可以浓一点 可是你如果说还是原厂的电脑的话 你在它的这个50公里以内的车速运作范围之内 你永远都跳不出去让它跑开回路 它电脑 它都会自动把你的空安比修为14.7 所以你改这些东西到最后 电脑还是把你修为空安比14.7 所以改了这个老实讲 对动力性能在50公里内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你要突破这种限制的话 你一定要靠全取代电脑 只有全取代电脑的话 它才有办法去让你自由的去设定说 你要在哪一个区域 你要跑在避回路还是开回路 然后你的喷油点火 你才有办法自由的去设定